主料,腊肉300克,窩水200克,辅量,黄豆芽,干红辣椒段,花椒粒,盐,背景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菜人数,1-2人,清水洗净切丝,黄豆芽洗净,腊五花肉切丝,炒锅放上少油烧热,放入干红辣椒段,花椒粒炒香,再倒入腊肉丝爆出油烂, 把青笋丝和黄豆芽倒入,翻炒几下,加少少盐,味精调味后起锅即可,装盘开吃了,烹饪技巧,腊肉先煮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